今年全球上半年仍笼罩在极端气候中 北半球近期持续出现热浪、洪水以及森林大火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8号发表观测结果 6月再度写下时尚最热的6月份 这已经是自2023年6月以来 全球连续13个月平均气温 都刷新前一年同期的记录 该机构表示 这已经不仅是统计上的奇特现象 而是凸显了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气候转变 只要人类继续制造温室气体 这种温度上升的趋势就无法避免 而海平面的均温更是连续15个月创下新高纪录 让科学家感到十分震惊 稍微令人安慰的消息是 随着反声音现象出现 预计全球气温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降下来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 在截至2024年6月12个月期间 全球气威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平均比工业革命之前已经上升了1.64度 虽然超越2015年 巴黎气候协定中 要将升温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的目标 不过这项目标是以数十年来衡量 并非以单一年度来看 只是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人对前景感到悲观 他们在上个月曾表示 未来五年 地球年平均气温有八成的几率 会暂时比工业革命前超过摄氏1.5度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